听众朋友好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22年9月5号礼拜一 今天是劳工节 并且也是长周末的最后一天的假期 这个周末的确是迎来了 在矽谷湾区热浪袭击 炎热的气候 现在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室外的温度是104度 我相信在听众朋友所居住的环境中 也有很多地方都是这么热的 那希望大家都还舒服 不要太难受 好 看一下今天因为是Labor's Day 所以股市是不开的 截至上个礼拜五每股是收跌 三大股指在上周均下跌了超过3%以上 在当日每一个股指都下跌了超过1.5% 在一周之内是下跌了约模3% 标普500指数一周下跌3.3% 纳指下跌4.2% 每股三大股指都是录得了跌幅 并且是连续三个礼拜的下跌 如果听众朋友投资朋友里头 有一些很喜欢用图表来画自己的画线的话 不管是纳士达克到琼斯还有标普500 都已经形成了一个下行的通道 如果说是在这个礼拜要反弹的话 机会是有 但是也不过就是反弹而已 因为它的趋势不改变 它还是在下行的一个通道 为什么上个礼拜五还是继续下跌呢 美国劳工部公布了备受关注的8月份非农就业数据 数据显示该数字从上个月的52万8下降至31万5 高于市场预计的30万 8月失业率从3.5%攀升到3.7% 预期是3.5% 8月份平均每小时的工资环比增长0.3% 低过预期的0.4% 美国劳工部统计局表示 显著的就业人数的增长主要出现在专业和商业的服务 医疗保健和零售贸易等区域 在此之前上个礼拜二劳工部报告 7月份有1120万个空缺的职位 高于6月份的1100万个 这意味着几乎每周失业者都有两个职位的空缺 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 在上个礼拜第一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也降至了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礼拜五公布的非农数据显示 美国就业市场面临美联储局加息等不利预期 依然维持稳健的状态 分析认为未来的几个月 随着美联储局坚决抑制 接近40年来最高的水平的通胀 就业的市场可能会走弱 美联储局官员正在过去两次会议上 都将基准利率上调了75个基点 官员们正在考虑9月份的会议上 再进行一次同样幅度的加息 OK 以上就是截至上个礼拜五 美股的情况 以及本周股市的走势的预测 以及重要的经济数据 谢谢您的收听 接着我们来听听看 业晋玲博士 他为什么对于未来的股市不感到乐观 原因何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 又是另外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 我是周乐 这里是西谷华人电台 今天是礼拜一 请到的嘉宾是严晋玲博士 严博士您好 周小姐您好 大家晚安 我想关注财经 关注股市的朋友 对于上上个礼拜五 暴跌了超过1000点的原因 大家一定都听了很多了 那么这个也包括我们今天 在访谈严晋玲博士中的重点之一 对于美国联储局激进加息和收紧货币政策的担忧 还在笼罩市场 市场持续关注美联储局主席 上个礼拜五 他发表的鹰派的言论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真的很厉害 就是现实是怎么样 他就这么讲 他也不顾他过去曾经如何的误导政府 还有误导我们的投资者 那有多少人敢违背联储局主席发表的言论 他认为没有通货膨胀 那我们怎么会认为他说的是不对 好 延博士 那现在离其中选举不到三个月 这次的华尔街是为什么特别的关注 在9月份20 21号的加息 似乎是要加息三码 也是几乎是超过50%的概率 解释一下最近混乱的财经 以及股市的局面好吗 对 今年主要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让投资人非常难过的地方 就是说他变动很快 大概政治人物也是这样 那我们投资人的心态也是一样 这个大概又回到1970年 80年那时候才有的现象 事实上过去我们20几年有碰过911 2000年的这个泡沫 还有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 这个都没有让我们像这一次觉得说 变动太快让我们在应付上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所以我想是今年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刚刚周小姐问到一个天大的问题 几个billion trillion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子 事实上白宫华盛顿跟华尔街 事实上牵涉到全世界地缘政治 所以今年你如果在地缘政治上如果没有太大的关注或了解深一点的话 事实上你在做股票债券 总期或房金时有外币等等你都相当的困难 所以老实讲这40年来我在市场上 今年应该是最困难的一年 好那么联储局我们已经不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是说华尔街为什么这一次真的是被联储局吓坏了 那华尔街也存在这么久了 联储局从来都不会像2022年这么让华尔街受到的惊吓 到这个情况 这个也是属于part of the change is the constant of universe吗 对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FED的主席Paul 他不是economist 你把过去40年来当然是七八年之前Paul Walker之前 从80年来也就是说40年来 你把他看每一个FED的Chairman你都把他Google 第一句话他就讲US economist 只有我们Paul不是他是lawyer 所以他跟白宫的结合 我们在观念上他跟白宫的结合 跟世界经济地缘政治的结合是比较深的 那他跟他试着跟华尔街communicate 可是他也变动很快 我们知道政治家就是可能位置一换 他讲的话又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是政治法律人的一个特点 所以Paul有这么一个味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应付世界pandemic 然后锻炼通膨经济衰退这些问题 他在处理这些问题上 可能跟以前的economist就不太一样 所以造成今天的结果 造成我们的困境 我想他也是原因之一 他也是原因之一 因为他到底是只有法律方面的素养 还有他自己的专业 那以前的都是经济学家 或者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这种情况跟一个不同专业出来 来做联储局主席 他的thinking method 还有他的思维方式和做法 的确真的是不一样的 这也就是我在强调说 做一个主持人 有的时候也可以很好的主持 政治音乐或财经的节目 但是绝对不能这么的专精 了解中间的脉动 而能够知道如何抓住未来的问题 以及要问什么 然后这位嘉宾要回答什么 这个真的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学的会的 好 现在看一下凶险的国外的经济 能够打压到美国吗 比如说欧洲 欧洲现在的经济就比美国坏得多 那还有其他个体的国家 比如战争中间的国家 这个如何能够影响 坏的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对我记得好像两三次前我有提过 这一次如果美国有什么经济上的一个困难 磨难的话 以前都是这样 美国先经济衰退 然后美国当然直接影响到欧洲 影响到亚洲 一般的这个程序是这样子 这一次我认为是缓过来 我们看事实上美国现在的经济 当然前景大家都有某种程度的意测 但是美国还没有那么早 事实上你如果踏出美国的话 你看欧洲 看中国这两个大块 全世界就三大块 美洲欧洲跟中国 所以我认为这个欧洲会很惨烈 然后中国经济的磨难也存在很大的困难 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回来影响美国 可能已经要进入的这个经济的困境 经济的衰退 那外国再进来的话 外国的因素可能加重美国国内的经济 所以以前是美国影响全世界 那现在可能是外来的那些因素 会回来影响美国 我们看欧洲好了 我们把重点放在欧洲跟中国 简单讲一下 欧洲像英国通货膨胀 已经飙升到10.1 然后我们明年英国的经济 我们还是看到它的通膨 可能会到13、18的 我们现在是这样看 那英国中央银行已经预告 这个第四季开始会陷入长期的衰退 这是英国中央银行告诉我们的 By the way 美丽的外交副长 马上要即正英国的首相 所以新人上天都会给他一个很困难的 天将降大这一世 必须怎么样 必须怎么样 他能不能承受 说不定美丽的荣源 比较快的就会消失 事实上在英国方面 这个题外话 不过就是说 我是认为他的对手 两个人对手 那个印度裔的 他是财长 他是财长 应该是比较能够handle这个问题 他是你的stress 他是比较属于民粹主义方面的 我认为应该是另外一位来做是比较好 这是我个人看法 那现在根据这个Guardian 就卫保 他说16%的英国人为省钱 可能少吃一餐 这个也是蛮严重的 尤其英国今年经济把工不断的 很糟糕的下天 这是英国的问题 那我们欧盟上面 欧陆 欧陆德国是最惨的 因为战争在那里 这是最大的原因 能源和通膨危机 如果持续的话 柏林居民他担心无家可归 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能源成本天天创新高 德国的工厂可能因此被迫出走 那如果在这个冬天 一旦俄国把天然气给断了或什么 因为北溪一号 俄国已经断了两次 一次十天一次三天 所以他要修理机器还是什么的 如果他正要惩罚欧盟的话 被德国下手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德国的除油除气 大概只能用两个半月 半月而已 所以欧洲今年如果在冬天很冷的话 可能数十万年 可能在今年冬天死亡 这是The Hill的一个估计 所以欧洲西方今年冬天将面临 这个俄国断气的能源报应 很有可能这是Financial Time讲的 所以总结了 欧洲通膨继续涨 然后经济下滑 那今年冬天的电来自何方 这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你是德国人 我一方面要对俄国制裁 一方面是俄国的敌人 但是你的气就在那里 我们讲德国好了 德国我记得2020这个电价最低的时候 比现在涨了几 你猜得出来吗 电价涨了25倍 Oh my goodness 我本来想说10倍 涨了25倍 所以你说你一个月电费300块 你给它乘以25 根本就很难活下去 所以这是欧洲 欧洲肯定完蛋了 因为这个战争不像年底会结束的样子 俄国就握住你这个地方 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欧洲肯定出现大萧条 可能不止经济衰退 可能会大萧条 因为德国跟法国都不行 我们现在有时间 我们就讲一下中国经济 好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回来以后听听看 严博士对于中国经济 未来发展的走势的看法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们现在正在AM1450 为您播出我们的节目 同时希望大家多多利用 svcmedia.net 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并且也是live streaming 都是现场播出的 好 严博士来跟我们讲一下 刚才您对于中国经济前景 走势发展的看法 对中国经济基本上也就是说 影响亚洲经济很大 但是美国跟中国 虽然现在讲说拖链 decovering事实上两国还是很密切 所以中国的问题 可能也就最后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 我们看这个PMI 你看中国经济数据 你当然你去第一个就是看GDP GDP本来是Q1是4.8 那Q2是0.4 中国经济如果是0.4 那就等于是负成长的 第二个主要看的就是PMI PMI就是国家统计局 它这一个manufacturer的PMI 已经掉下50了 7月掉到50变成49 service还有53.8 那现在情况是这样子 中国今年经济除了疫情以外 那还有一个就是汉勤 就是干汉 60年来的高温造成了干汉 我想这两个汉勤 疫情跟汉勤是最主要的 另外房地产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今年8月的这个北戴河会议 强调经济经济经济 也就是Bill Clinton讲的 Is economy stupid 就是要搞经济 那最近习近平到这个辽宁锦州 东府广场打谈 共同富裕 那李克强搞经济的 他跑到深圳的这个创业营期 答应无息经验 无其给中国那些企业 没有利息的经济援助 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的心战喊话 那房地产方面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GDP 大概13个percent是来自于房地产 那如果跟房地产有关的 钢筋水泥啊 还有其他有关的 大概占GDP的30percent 中国房地产是在衰退的 而且衰退的相当严重 比如说最近有发生 河南的停贷 断工啊烂尾楼 村镇银行的爆雷 这些都是相当大的问题 所以这次中央政治局经济会议 通常在4月7月12月 他会谈到经济 他还是坚持动态清零 这个是最大的打击 然后不再强求5.5percent的GDP 然后政治局会议 他里面想不必降息 要扩大货币需求 这个骗人 不但这个FED会骗人 中国中央政治局会骗人 最近才降息 他说不降息 然后最近在降息 这个就是一年短期的借贷便利 一年短期的降了5个basis point 五年短期的降了15个basis point 所以美国在强力的升息 然后中国在降息 所以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知道 这人民币一定是崩盘的 人民币一直往 可能会往起跑 所以中国经济是相当糟糕的 欧洲经济也相当糟糕的 美国自己还 hang in here 还不错 但是我觉得如果从股市场上来看 我们的主跌段可能还没有到 我们有一个先期的下跌 本来为什么前一阵子那么涨上来 我们认为说升息已经到尾声了 那一天在Jackson Hall Paul又讲了好像我们才开始 所以市场跌1000点 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并且他说 即使美国的经济受到创伤 也不会改变他对于加息 抑制通货膨胀的积极的决心 对他把80年代 Paul Walker的spirit 把精神带上讲台上讲出来了 所以我们本来认为 前一阵子市场那么新闻 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尾声了 升息进尾声 现在我们才要开始 而且他说 他不犯Paul Walker那时候的 错误Paul Walker他升了26码又急降30码 他现在不干了他不这样子急升他不急降了他说他不会犯这个错误 所以搞了198081两次两年连续背对背的recession 现在市场担心的是这个如果这个事情再出现的话呢 我们市场还没有看到组跌段 我们市场没有看到组跌段 事实上在上上个礼拜五下跌超过1000点的时候就有人跳出来说这就是第二阶段的下跌开始 那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对我们以前讲过 Dewis 代为师的这个双创业 也就是说市场在跌 第一阶段就是因为涨利息 涨利息我们经济还没有看到我们第二阶的这个经济数据爆出来都还相当健康的除了通膨的 那么我们有点担心以外都很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跌什么 跌FED涨利息缩表这些 所以这是在我们从年初一直跌到现在 是在跌这个部分涨利息跌PE 也就是说跌PE的部分 那这个Earning方面还没有 我认为说大概在这一季 就会慢慢出现不好看的数字 然后可能最大的问题会出在第四季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第二季在哪里 第一季是跌PE PE缩紧我们一直过去Pandemic以后 两年大概都在22左右 现在已经降到17了 所以我们市场半年来的跌 是在跌这一部分 然后现在接下来呢 主跌段会发生在哪里 我们Earning经济出现问题 Earning减低 那这个在这一方面又来跌了一次 就是所谓的主跌段 所以我现在还是坚持认为说 我们组跌段还没有看到 我们应该这个底部还在前面前面 好 那最坏的情况 现在也无法预测说 哪一个指数跌到什么点位 这个是很难讲的 那我们这个就留到后面 如果看得出来 我相信严波士就会告诉我们的 实节性和技术面 现在在9月初8月底的时候如何看待 对这个实节性又是我们比较担心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一个9月 不管你用哪一个指数 主道也好 FNP也好 NASDAQ 9月是怎么排都是排在最后的 所以我 所以我 华尔街大概是认为说 非常非常恨 恨9月 怕10月 因为很多大事情 突然来的事情都发生在10月 所以华尔街怕10月 那很恨9月 9月就是 就是不长进 怎么看都是最后一名 那今年 也有可能发落数 就是9月也不会太好 所以从实节性来看 这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8月出现两次的 DOWN FRIDAY DOWN MONDAY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前半年6月已经7次了 前半年到6月底 有7次的DOWN FRIDAY DOWN MONDAY 然后7月出现一次 8月到今天 上个礼拜五 跌今天也跌 也就是说DOWN FRIDAY DOWN MONDAY 如果有这种情形发生的话 前面的市场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从实节性 跟这一方面的指标 看我们9月应该不会太好的 好 那我知道您的这个circle里面 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做day trading 那您自己是长期像做mutual fund的人 一样的manager的人来管这个fund 那您认为以您自己来看 或者是你们group里面专门做day trade的人来看 现在是哪一种哪一方面比较容易赚钱 现在在这个节股员我们是比较偏重于bail trade 就是说short的比较多啦 走short方面的比较多一点 那这个day trade的话 当然这个硬性的成分相当大 但是基本上我们心理上在这个阶段开始 往前面9月我们是比较偏重于这一个 如果你有long的position 你就买insurance之类的东西 然后如果你要操作的话 我们还是偏向于short方面 偏向于short方面 你有太多的position 你可能要liquidate一些 然后转到比较安全 比较相对性比较没那么volatile的一个position 我想也就是保守啦 也就是保守 因为我认为这个市场 往前一年不会太好走的 所以这个策略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你们利用齐全来炒作多吗 对 现在只有这一条路来走 也许下一次我们可以谈一下 所谓的single stock的ETF 这个你就不要去short 这个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在这个时候 我们是short这个Tesla 我们可以做short 但一般投资人 我不建议你来short这个Tesla 但是你可以买这个所谓short的ETF 你虽然是买的动作 那你的损失最低到零 但是这是一个shortposition 也许我们下一次可以谈这个话题 好 先给你预约 两周以后讲single stock的ETF 感谢严博士 谢谢你 好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拜拜 祝您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股市 Happy Trading 好 拜拜